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力越强的员工 心眼越多 业务越差的员工 很多都是老好人 对于前者 我本想用格局和胸怀去包容他们 从不去跟他们斤斤计较 本来以为我的善意能感动他们 却未曾想他们反而变本加厉 把我当成了傻瓜 善良真能感动所有人吗 依我们先请孟子说说他的看法 有一次鲁国公司重用的岳正子当CEO 孟子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兴奋地失眠了 这事儿让公孙丑知道了 就问 先生如此高兴 莫非是因为岳正子的业务能力很强 孟子说 咯公孙丑又问 是因为他的城府深 深谋远虑吗 孟子说 环周公孙丑恍然大悟说 我知道 肯定是因为他 学历高 见多识广 孟子惊讶地连声说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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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丑有些泄气地说 那您为什么高兴了实眠啊 没道理啊 孟子说 因为他善良啊 这三个字让公孙丑很吃惊 善良 善良能管好企业吗 孟子认真地说 可以的 真爱无敌 一个人的善良能得到好名声 能感动所有人吗 而事实证明 孟子没管理过企业 看到孟子的这个问题 阿信不禁要问 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吗 所有人都能被爱感动吗 标准答案或许要您自己去思考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的 就如鬼谷子说的 浮贤 不孝 智 与 勇 怯 有差 鬼谷子说 这个世界上有君子 有小人 有智者 有愚者 有勇敢者 有懦弱者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有差别的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乃可败 乃可合 有些人可以拉拢 有些人就必须躲得远远的 或许又有人要 说了 鬼谷子肯定是反对孟子的 其实也不然 比如鬼谷子就说 非独中 信 人 意也 忠正而移 啥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忠信 仁义 但不全是 我们应该要忠正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 三 有人说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确实如此 我们应该努力做个善良的人 但应该做个懂谋略的善良的人 否则单纯的老实善良 其实很容易吃亏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了解一个人呢 我们不妨向孟子借点良知 向鬼谷子借点良某 人在江湖 如何与人相处呢 当然是要了解识人数 怎么做呢 笼共三步 第一步查先后 审查其所先后 周密地观察事情的先后顺序 通晓前因后果 第二步度权能 度权良能 揣度权衡对方的轻重关系和能力大小 第三步笑短长 笑其技巧短长 通过比较对比 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概括地说 我们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通晓一个人的能力大小 明白一个人的长处短处 我们才可以把佑人这门学问变成一道选择题 可以讲良知 也可以讲良谋 记住 善良是一种美好的事情 但是请凭为人利用了你的善良 学习更多国学鬼谷的智慧 敬请关注鬼谷到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